本日新聞 伊燕你來講 王大哥剛才說亞歷三大 他也很年輕 他33歲就死了 所以他一統整個世界的時候 歐亞路各州的時候他差不多30歲而已 真的有夠年輕 其實台灣的或是中國的 或是各地的年輕太子黨 都可以學學他 我們今天說黨產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華人社會有一個特徵 大樹底下好成類 這個是胡學人的名言 你若是上面有人幫你撐著 你永遠就是做事起來可以納涼 我的問說連錢 他若不是阿公和他爸爸 他如果不姓連 他今天也是國民黨的黨主席嗎 宋楚瑜他如果不姓宋的話 他是不是還能在黨裡面發展這麼好 馬英九如果沒有他爸爸馬鶴林 從小這樣子培訓他 而且他在台大的時候 馬鶴林在黨內也是很有力量 沒有錯 對還有像這個陳呂安 對不對 李慶安的爸爸 還有李慶華對不對 整個都是太子幫 所以你從華人 甚至你看到新加坡去 李光耀 他兒子不是也是新加坡 也是這樣 李光耀要多親 對阿 如果華人繼華就是腐敗 對這個是 就是太子幫那些人造出來 對沒有錯阿 中古那邊你看少年曾慶紅 什麼一路過來太子幫 所以他是有機可循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就是說 國民黨的黨產跟太子幫 到底有沒有關係 因為阿爹總統長是說 哎呀國民黨的黨產 這個那麼多都被搞掉 我還記得我看到劉太英 他去找 他說他交棒的時候 算一算國民黨的進職 至少2000億喔 2000億 對阿不過你現在看國民黨中常會 拿出報表來說都是零 收入都是零 對阿錢都跑去哪裡去 黨說的薪水怎麼會發不出來 對阿你怎麼想到想不出來 所以說就是這一期的財訓 他去調查出來 對阿我其實有問一下這個作者 其實九月到十一月的時候 兩個月的時間 他把以前的東西 又清清的寫出來 阿當事人都說我們不是太子幫阿 阿不過你來看 這是王華特 王華特什麼人 阿他們老伯是早年的餘瓜花時代的 王張青 對沒有錯 他現在是華夏投資 就是一個莫名其妙 欸董事都換了 阿更糟糕的是 王華特幾歲人 加了差不多30歲 30歲 有辦法跟他 本來30歲喔 要站到這裡 喔站到這裡 你那時候有寫小說阿 你的錢也不值阿 不錯啦 然後這個王威勳 他就是光泉的 光泉的第二代 還有第三個就是董宋元 他們兩個都是在美國的雪塵大學 都同學啦 同學 在美國一起 那這兩個剛升到太子幫呢 參加工具 對 但七二界很多第二代 都是所謂的 企業界第二代的太子幫嘛 你看現在近男美女啊 孤家的啊 或者是101的董事啊 這都是很漂亮的 這兩個是甚至 又是太子幫的好朋友 對 然後他們現在都已經 好朋友 他們在夜店的好朋友 他們說是好朋友 他在1975年生的啦 這兩個都1975年生的 六十四年次 另外再看這個 也是當中廣總經理特助 都是合法 其實台灣的法律就是這樣 都是合法 塗安這些都已經換了 董宋元又是新任總經理 那他也是台銷第二代 那這個他爸爸就是 國產 國產 對 林家正 新英好新啊 所以說這些都是 聯聖文的好朋友 那都是他們在美國的時候 我是沒看到啦 真的我從來不去夜店的 但是我們的記者一圈一直說 他們都會在夜店遇到誰 而且是貴的夜店 因為我不能去過 那你也走不去 對啊 也走不去 而且我太單純了 所以不知道 那也去不去 那到底什麼 剛才說夜店什麼我都不知道 那幾年怎麼去看電影 很奇怪 我晚上是為了消費 就是只有看電影而已 那夜店我還不去 所以我是看到說 這些人突然都變成 黨營事業裡面的一份子 對啊 而且其實台灣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們真的都是 我先告訴你 你們這些聯盟這些名單 都差不多30桶 對 30桶可以領到幾十億 中英幾百億的事業 所以說大數底下好成量 那台灣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什麼法律 你去規範說 你不可以轉移 你怎麼可以董事 突然之間莫名其妙就換人了 裡面這裡有什麼 乾坤大挪移 你跟他去 國民黨一定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正常的 我是正常買賣啊 我們本來就要移轉 我們本來就要鼓勵少年家 奇怪 我也是少年 那你沒辦法鼓勵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黨產兩千億消失了 台灣人的瘋瘋瘋瘋瘋的 一樣就過去了 這跟上一代的太子黨 跟阿共那邊的太子黨 差不多啦 只是能夠無語問昌天 郭主持人 你過去資深的國民黨員 如果像國民黨他們這樣搞法 跟共產黨這麼搞法的話 生理基層的國民黨 也能幹什麼董事 是不是這樣 你說國民黨全老主 你說這裡要轉移 轉移讓讓連勝文 為所加的所謂的 阿阿阿 那個太子黨的第三代 白白這樣 他怎麼轉移讓 拆散基層黨公的第三代 我請教你 好嗎 我們後生也去美國特殊 我們那些前 很不幸 都跟連勝文做定 所以我們後生 不是那些的名義 台北台到外國出場 這是我很萬壇的地方 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董事長 今天他們兩位說 實際上今天 我要向國民黨有幾個人 站出來搞態清楚 是 第一就是劉泰英 劉泰英應該不行 今天他含罪待身 但是我是覺得 劉泰英應該要站出來 對國民黨黨的董事 來搞態清楚 因為他經過國民黨的董事 一兩千 搞下去之後 今天變成沒有 劉泰英怎麼知道 這是怎麼 應該是知道 是 第一就是徐立德 應該要站出來高台 是 因為他這個董事 所有差不多大部分 徐立德在空桌 各有關 各有關 第三就是張昌邦 張昌邦 這個年輕人 這過期 我在北科來的時候 他有一天 我去北科來找我 去我家 我開港 我去酒精山 他去 我想張昌邦這個年輕人 我在這裡要呼籲 張昌邦 你應該站出來 像國民黨的董事 有什麼 你如果是經過 有主觀過這個 國民黨的董事 有什麼國民黨的董事 有什麼國民黨的董事 那麼這個 過去他做過行政 他的主計上 那這個 實際上 這就是 黨國部分的 時代 所以這應該應該 來交代請坐 那第五的就是 張澤昌現在 還在做這個 市委員會的主委 這幾人 應該要交代請坐 你看 所有的國民黨的董事 應該 不是說 薪水法沒出來就可以 所有國民黨的董事 我不知道 什麼理由 大家尷尬 那將國民黨的董事 要來董事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那所有國民黨的董事 怎麼會長得長 什麼理由長得長 我這是最無的 最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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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無的 這就是我稍微的研究 國民黨的董事 是跟這個 花旗 這個亞太 亞太這個 武統 有一個合同 這個合同是叫做LBO 什麼叫LBO 就是說 融資收購 對 全世界可以說不用花錢 嗯 可以去買去 我看他們發明了 他們發明了 剛才余彥說的這幾個六七年級 對 在美國沒有不對 他們是美國學成大學金融市 是 他們獲獲這套 對 獲獲這套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所謂的槓桿 用這種來操作 對 其實你要了解 這個主要的這個 這個 付法證券 他剛才 張昌邦就是 付法證券的當屬地 是 公然掏空 國民黨的這個董事 他要出來解釋 他怎麼用呢 你要知道 他找這個任職在美林證券公司 這個全球債券部 跟花旗 亞太武統 台灣分公司的董宋元 董宋元這個人 剛才議員有說 對 跟這個 胡同創投 上海 鑽里上海的代表 對 也是這個 那些復興航空公司 嗯 就是國產建設董事長 林家政的長子 林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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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變成這個 台銘胸 入住這個 華夏投資的 這個光泉集團 的 光泉泉的 這個姓叫做 萬威勳 嗯 這幾個六七年的 的孩子 對 鬧錢 根本就不借 他們用這 basket 他們做 broker 他要 broker,ロ00 enc 買件需要賺的貨目,四個到十億 是賺金 所以為什麼連錢買不到賣不到 剛才跟我說問題是亞太,胡同 這公司究竟是什麼 所以他們說 我就叫賀豬來購 問題是 真正說這是美國的金錢 我們也可以說 不然以前這是國民黨自己用 來保的錢 洗錢 自己的錢 來洗錢 自己在國民黨在當黨產掏空 還用這些錢再買東山 用這樣來賠錢 這樣有變相把東山降為輸入 所謂無歸搬運 就跟共產黨太主黨相同 他們這種的作法 跟過去中國的四大家屬 搬中國的錢 一樣 共產黨是旁邊國家的 現在台灣家是旁邊東山 但是東山不是台灣的 台灣人的 台灣人的 問題就是發生在這裡 一個旁邊中國家旁邊台灣 所以副法投資的關鍵人物 我們現在說的這四個還有一個無期人 這是台面上的人 其實這幾個表面上 你看不出來 現實是真的賣家 我可以說是國民黨自己本身是賣家 這本來就是金蠶托科 金蠶托科 這本來就是金蠶托科 你怎麼來 我不是這樣說 我就是覺得說 因為不連國民黨這麼多財產 負錢感很小心 所以這幾個人 我現在說這幾個人 車無旁貸 社會一定要賣家這幾個人 賣家這幾個人 賣家這幾個人 一定會有一個交代 對 這賣家下去 我相信 骨頭收出來 這法是民進黨這幾個人 對 民進黨這幾個人 所以就今年 今年啊 今年啊 這個選舉又要出十天 對 怎麼以為 就說 讓這政黨 會國會超過半首 對 要有這個權力 再可以透過立法的定屬 我們是法治的國家嘛 透過立法的定屬 再可以下去 將所有的事情 解決清楚 這一定要立法 很厲害 單單立我這一點 對 我要將你的節目進行 我去請教司法令人 等一下 要說司法令人 要注意喔 現在司法令人不一樣 好來 先說出來